爸爸妈妈 你们快看看上边 那三个地上躺的 不是赛罗多塔和杰德吗 他们这是在干嘛 小迪迦 我跟你讲 你可千万不要像赛罗哥哥他们那样 在外面偷偷穿什么女装 如果我发现 你和你爸爸穿女装的话 你们屁股就等着被我揍开花吧 还好今天答应小迪迦出去玩 不然差点也被抓现行了 你们三个老是告诉我 到底是谁先带头穿女装的 要是能说出来那个人是谁的话 我就原谅其余两个人 说不出来的话 你们三个都要受到延长 杰德 要不我们把赛罗卖了吧 二王二王 是赛罗 是赛罗带头穿女装 这件事情与我们两个无关 你快言成赛罗吧 对 是赛罗师傅 是他让我们穿的 好你个杰德 居然第一个出卖我 还有你得他 你以后别叫我师傅了 我没你这个不讲义气的徒弟 赛罗呀赛罗 你还有脸说话呢 你这个师傅 怎么带徒弟的 没偷都白叫你了 还有你杰德 难道我没教你 遇到任何事情 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队友吗 你要是出去打怪兽 那第一个跑的不就是你了 你也给我下去 反省反省 大王 我啥也没干啊 你快放我下来啊 你这都不下去 你还对着起你的师傅赛罗吗 我就不明白了 他们到底喜欢女装哪点了 我把他们的照片 发给你们看看 这么丑 绝对不会有人喜欢 要是还真有人觉得好看的话 那我改天也穿女装给你们看 能不能像一个人 clarification 为各位 能不能像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 也要是有你 你再会 这个人